我們就先來問教授 這個OPEC Plus 它為什麼會在此時此刻宣佈要減產 而且是看起來是沙國主導 很多的一些產油國 他們都說要來跟進減產 可是這減產的幅度也是 每天大概是來到了百萬桶的一個減產 所以這個部分 您認為它的時空背景 是不是跟之前的經濟 金融危機 金融採雷有關 比方說那些矽谷銀行啊 甚至像是瑞幸等等 讓他們看到 接下來的景氣是一個 比較不明確的狀態 我想他們當然一減產以後 油價就可以稍微穩住 因為經濟景氣不好 當然影響原油的消費 所以他們也會算 假如經濟 國際經濟 沒有完全復甦以前 它不必要生產那麼多 讓油價崩跌 所以它還是要減產 穩住那個油價 讓他們收入還是 對他們是很重要的一個因素 不過這裡面會不會藏一些貓膩啊 因為有人認為 這個是OPEC Plus 是建制美國來的 就他想要跟 不想要再這麼聽他話 其實不想聽拜登政府話 不是這一次才有看到 這樣子的一個端倪 其實去年我那時候印象很深刻 去年美國通膨相當的嚴峻嘛 那拜登就有跟這些中東國家 就希望他們能夠增產 來讓油價不要那麼樣的高 我記得最高也來到就是 來到百美元嘛 那現在感覺上 對於美國這邊又是一個 不甩的態度了 所以從去年到現在 請教授來幫我們分析一下 就是OPEC Plus 他是不是的確不想要 像過去一樣跟美國人 這麼樣子的要好 還是說有什麼樣子的陰謀 又或者是說有什麼樣的政策 是他們要先處理 他們自己的國家 沒有 我想去年 大家都還記得 拜登就特別去訪問 沙烏地阿拉伯 希望他這個原油 不要減產太多 結果一離開 一離開沙烏地阿拉伯 拜登一離開 我看他馬上 那個協議等於是 口頭都沒有 對 所以從這個OPEC Plus 他有他的想法 因為這個油價 一定要維持住 一個很重要因素 就是要減產 他過去都是用數量 來控制價格 所以他這個時候 他也不會去管理美國到底 貿易多嚴重 他的油價還有他的收入 其實是他的最重要考慮 嗯 只是這個考慮啊 感覺上也增加了 比方說像是這些產油國的組織 還有像是美國之間的矛盾 因為包含像是OPEC Plus裡面的 其中一員是俄國嘛 俄國也在這次宣佈說 要減產的國家當中 那當然他們克里姆林宮的發言人 就有講說 哇 這個完全是符合我們 全球能源市場的一些估計啊 還有利益 就是希望讓國際的油價 能夠維持在一個比較良好的水準 可是教授您認為 OPEC Plus他們宣佈說要減產 然後導致這個油價 有一度來到80幾美元 可是好像也回不去 過去那麼樣子高漲的 比方說在百美元以上 的這樣子的一個油價 所以是不是市場也在觀望 不是 他這個油價 當然跟受到季節性的因素 影響很大 假如今年是軟冬的話 當然對原油 或是經濟不好的話 對原油的需求也減少 所以這個供需下來 你要說回到過去一百多塊的 那種狀態是有困難的 因為沒那麼多需求 你再怎麼減供給 大概也是也就是那樣子 對 那這樣子減少供給啊 所以葉倫 就是美國的財政部長葉倫 他批評OPEC Plus 這樣子的一個舉動 他認為毫無建設性啦 反而呢會讓就是 美國國內的通膨再加劇 他認為會有這樣子的風險 您覺得會嗎 但是美國的物價膨脹 其實不全是原油 油的問題 他自己第一個 他的紓困 像那個拜登通過了幾個 大型的擴張性財政政策 這個一定會導致 就是我的商品需要增加很多 但是攻擊一下拉不上來 當然物價會膨脹 所以不要就指著別人講 但是也要注意一下 拜登其實他的財政政策 也是助長了美國這個財政 這麼說 有哪一些 不是 他幾個法案嘛 就普發這個現金啊怎麼樣 我想這個 在經濟學來講啊 其實物價的波動 你可能原油有這個 價格有起伏 都會造成物價會膨脹或波動 但是真正要造成物價膨脹 一定是財政政策就是說 我的支出太多 市場上面的錢太多了 那這一個才是 我們看那個物價膨脹 是不是很嚴重 最根本的一個指標 所以看起來 就是拜登每次只要講到通膨 他就會跟俄羅斯的普丁講說 就是因為你們打仗 所以這個油這麼貴呢 才導致變成我們國內的通膨元凶 但剛剛教授就點出來了 其實跟美國的財政政策非常有關 也就是美國之前不斷的印鈔票 就自從2008年 他們不斷的QE 不斷的量化寬鬆 然後他們就發現 哎 這招很好用耶 我只要遇到一些 金融上面的危機困難 我就印鈔票 所以大家還記得嗎 過去這兩三年疫情期間 市場上面熱錢之多啊 都是美國 他們不斷印鈔導致的結果 對 歐盟也是 但是他們大概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當然你只要回想 我們低利率的政策 已經20年了 這個20年都是因為 他採取量化寬鬆 用這個印的鈔票去買 在市面上合格的債券 這樣一買 錢就流到到處跑 跑到股市 跑到什麼 但是對經濟可以穩住 但是你說會不會 這樣一飛衝天 不太可能 他就穩住經濟 但是到了現在 Inflation來了 你要收的時候 其實大家最大的問題在哪裡 怎麼去收尾 這個寬鬆的貨幣政策 你不可能無盡這樣下去 太危險了 所以現在就會碰到 像升息啊這些都是 要收尾不知道 如何收尾的問題 就像過去我們也有認為 就是FED的主席鮑爾 還有財政部長葉倫 他們有點錯估形式 也就一直跟大家說 通膨沒有很嚴峻 它只是一個短期的現象 結果後來就造就了 這麼樣子鷹派的一個升息 導致全世界的經濟呢 有一點因為美國這樣子暴力升息 大家都必須要跟進嘛 所以就破壞了這樣子的一個 比較和平友善的一個環境 因為大家都在一個 處在高利率的一個環境了 所以我們就想從油價 慢慢的來帶到 這個接下來的通膨 因為包含像是 今天有個最新的消息 我覺得這件事情 會讓大家對於OPEC Plus 他說要減產的這件事情 公信力打個折扣 就是因為他有跟 至少啦四家的北亞客戶 他們說呢 五月的合約 仍然是按照這個 全額的來供應原油 也就是你一方面說要減產 這個方向好像是 對著美國要說 但另外一方面 你又跟你北亞的客戶說 不用擔心 我們雖然這樣說 五月要開始減產 可是五月你要多少油 我們還是按照 原本的合約來供給給你 所以教授這一塊 要怎麼樣來解讀 不是 這個其實反映一點就是 全球的經濟或是景氣的復甦 還沒有 還沒有開 還沒有 也不要說完成 就是開始的很慢 所以他即使減產那麼多 這個需求 因為經濟景氣的關係 需求還沒那麼多 所以他還有剩 他不可能說我要減產個 再來個一百萬桶 不太可能 他就這樣的話 他多出來部分 就說好 你們這些客戶 需要的話我可以賣你 這表示全球的經濟 還不是達到一個非常 景氣復甦的狀態 還有 還需要觀察 也就是他跟客戶 他先安客戶的心 然後接下來再慢慢來調整 不只安客戶的心 也安產有果的心 對 他的荷包也很重要 所以不要一講完 一減產大家慌 其實不會慌的 因為還是有剩 對 因為剛剛教授講這件事 就讓我想到另外一個報導 他們說其實這個油價 為什麼油價數字會說話 就是你這個動作 你到底反映在油價上面 假設油價真的衝破了 每桶一百美元以上 大家就會覺得 你好像是玩真的 因為那個供給瞬間的減少 或是有一些預期心理 但現在看來油價沒有辦法 像去年那麼樣的高漲 很大的原因是因為 有一些小型的產油國 就發揮作用了 比方說像是奈及利亞 像是伊朗 像是挪威 巴西等等 他們其實從去年秋天的時候 就開始增產 也就是一消一漲之下 市場上面的原油供給 還是維持在一定的一個水準 所以就不會受到 比方說像沙烏地阿拉伯 像是一些其他的國家 他們說要減產這麼樣子的嚴峻 打擊到這個油價供給的市場 對啊 因為OPEC 當然你可以說它一個 壟斷性的組織 但是還有很多沒有參加的 它也生產原油 好 你要減產我就增產 因為價格不會因為這個小國生產 而增產以後它的價格會下跌 不會 反正你減產多少 我就增產多少 對它沒有壞處 所以你覺得是不是有些小國 在扯這個沙烏地阿拉伯的後腿 他們可能也要為了他們自己 我們一定要講說 沙烏地阿拉伯的後腿也各業 但是它其實是要賺錢 你要減產多少我補這個 然後收入增加很多 所以它也是為了自己國家的利益 口袋要有錢對不對 好 了解 那大家有任何問題的話呢 也歡迎大家在聊天室裡面 跟我們分享 你接下來還想要知道 什麼樣子的一些經濟 財政方面的一些問題 我們都可以來問問教授 只不過這個我們就要從油 開始慢慢帶到通膨了 剛剛教授有點到一個重點 就是說通膨不完完全全是因為油 它只是其中一個觀察指標 那接下來我又看到 很多的市場上面在預期啊 說美國5月份的那一次升息 會是這一回升息的最終戰 最終點 就說它接下來不會再這麼樣子 鷹派或者說 不會說每一次的開會結果 就要調升個一碼 調升個兩碼等等 您認為5月份美國就真的 宣佈升完可能一碼之後 它接下來就不會再升了 不過我講5月是不是停止升息 或怎麼樣 是要回來看 其實這一次的物價膨脹 Inflation 很詭異 就是說你想想看疫情會影響 影響supply chain啊 這個供應鏈 影響整個服務業的 這個服務業 第二個這個俄羅斯侵略烏克蘭 這個也導致整個原油價格啊 能源的生產 那麼接下來美國的財政政策 所以現在大家很難預測的是什麼 到底這個Inflation已經走到最後呢 快要結束呢還是持續再走 就我一直在講 這好像我們人在農物裡面開車 因為對這一次物價膨脹的本質 其實大家看法差很多 我也不知道真相在哪裡 對 所以你要講5月是不是 你問可能問經濟學家 10個有11個意見嘛 他就會 所以我覺得要再看 尤其在物中開車 物中開車你也不能太猛 跑太快 也不能停 很危險 因為大家都在行動 所以最好的預測可能5月 他本來要增加提升利率多少 他可能會稍微減緩一點 就是再看一看 假設真的5月份啊 如大家市場上面所預期的 美國會再升級一碼的話 那這樣的聯邦利率 就會來到5%到2.5% 這個也算是金融海嘯過後 以來的一個高峰高點 這個對於美國境內的人 他們生活實在是有夠苦啊 我聽說這個房貸都高啊 因為應該說大家長期 享受了這種低利率的環境 就有一點被養壞了 包含像是台灣也是嘛 之前房市那麼熱 就是因為利率偏低嘛 結果你現在一口氣 每一季每一季都在升息 那對於小老百姓來說 壓力就很大啊 不對 可是你回頭看啊 20年前我們的台灣房貸利率 還是5到8之間 所以這個20年來 大家已經享受低利率很久 但是可不可能永遠享受 不可能 所以這一次他正好說 稍微要反映 把量化寬鬆貨幣政策 能夠緊縮一點 利率上升一點 不然等到最後不能收拾 必須收拾的時候 其實這個代價更大 所以教授你覺得 這會不會是台灣的央行 為什麼會每一季都跟進美國 來做一個調升利率 你認為這會是一個裡面的點 就是他不想要一下子讓民眾 就是飛到不得不升的時候 然後突然一次升很多 就乾脆像溫水煮青蛙一樣 慢慢升 慢慢升是這樣的 他最主要這要看 他假如他這樣升息 他的決策是錯誤的 被指責他說 美國是一個主要大國 所以他升我們做小國的 跟進不會錯 所以他就看 事實上看他的 是他的風向球 但是我覺得央行 也不一定要 只要看我們經濟指標 我們現在的物價膨脹 才二點出頭 經濟成長率當然沒有過去好 但是也二點多 所以你這個時候 就是還在大農務中 行動的時候 還是要慢聽看 就是交通部最近 一直在宣傳的 慢聽 慢看聽 你看 稍微要看一下 不要太躁進 我覺得還好 那有沒有什麼話要對 我們現在在線上看直播的 觀眾朋友們 如果他是房貸族的話 教授要怎麼樣來告訴大家 接下來房貸值會越來越貴嗎 還是說您認為就是台灣的房貸 現在已經突破2%的這個天花板了 也差不多了 不是 台灣的房貸 或是每個人覺得負擔很重 原因在哪裡 房價太高嘛 你房價沒那麼高 升個一點 當然負擔會重 但是也不會讓你喘不過氣 第二個 我們的薪水 很久沒有真正的在漲 低薪化 房價高 那你說所以大家會感受 才漲個1% 哇已經受不了 因為其實你的房貸的負擔 已經占掉你的所得的 不小部分了 對 以前都說房貸 佔你的所得不要超過三分之一 現在感覺這三分之一 現在房子都買很小 對不對 你現在看大家最流行的 兩房 三房 你可以買到三房 又是好地段 那個可能都有 可能有一些金主 爸爸媽媽有幫忙 或是什麼的 現在問題可能要去 分析清楚就是 房價太高 薪水不漲 所以導致大家對 這個利率非常斤斤計較 非常的敏感 對不對 我剛看啊 就是韓國的央行 他們已經連續兩個月 維持利率不變了 韓國我記得是亞洲國家 在那個時候最早宣布升息的 因為他們可能曾經有一些痛苦 所以他們必須要升息 然後把錢留在他們韓國嘛 那現在韓國宣布兩個月 就宣布利率維持不變 所以等於這一波的這個暴力升息 來韓國率先開了第一槍 他就不再繼續的升息 所以認為台灣接下來比較有機會 走韓國的這條路 我們走我們自己的路 我們就不要再跟進美國升息了 還是說我們還是會看一點點 美方的態度 我看啊 這以過去央行的那個決策模式 可能在折中吧 因為韓國雖然現在不是 我們完全的出口競爭對手 還是要看一下 就我們也要看韓國嘛對不對 要看啊 當然要看 我們這個是我們鄰居啊 過去我們都很注意韓國 現在好像比較沒有 但是還是要注意 你注意美國 韓國之間 去取一個平衡點吧 就像您剛剛講的 包含像是韓國 它已經連續兩個月宣布說 它不要再調升它的利率了 那台灣看起來 目前還在一個升息的階段 那韓國跟台灣 又算是一個出口競爭的國家 所以我們的貨幣 也不能說維持一個比較 升值的空間 我們還是要跟我們的出口國 出口競爭國稍微的來PK一下嘛 所以包含像是台幣的走勢 還有接下來美元的走勢 如果美元今年 美國今年真的不會說降息的話 所以美元維持在可能 一個相對30左右 或是它不會再像以前回到二字頭 您覺得這是可能今年 比較容易遇到的一個狀況嗎 所以這個 因為我們跟美國的經濟關係 很密切 所以美元它一升息或是 那我們要怕什麼 我們的資金就往美國跑 往美國移動 所以央行這個時候它考慮的 沒有我剛剛講那麼單純 但還是要看美國 你只要所有的錢跑去了 其實會影響到匯率 所以因為匯率移往那邊移的話 大家不需要台幣 台幣一定貶值 所以這個時候它那個因素 不只是那台幣以貶值 當然它還有出口進口的問題 所以這個時候還是央行困難地方在哪裡 它國內它不能只看利率 也不能只看物價膨脹 它必須也要看到匯率 因為我們的匯率 畢竟我們是一個小型開放的國家 所以匯率的變動影響很大 好 那最後我們就要來 跟教授稍微請教一下了 也就是我們今天的主題啊 大概就是在聊減產 然後聊到對於經濟的表現 還有就是央行預估說 美國接下來五月的話 只會是一碼 然後可能就會是這一次的 升息循環裡面最後一次了 剛剛教授有特別點到 認為下半年難降息 或者是說它接下來 至少短時間內啦 不會見到任何降息的動作 對啊 它沒有理由降息 好不容易逮到機會升息一下 那它現在為什麼要降息 我覺得它要降也要觀察一下 找一個理由 或一個可以降息的一個說詞 或機會 它現在看不到 看不到 現在物價也沒有說降到 已經接近零了 這是還是蠻高的 所以至少在美國 那這個時候你又降息 我看美國國內也有人會反對 可是美國這一波這麼強的升息 它已經是一個現在進行式 雖然要到尾聲 可是它並不會降息 這一點就會讓它的利率維持在高檔 那你覺得升息那麼樣子的強 會衝擊到全球的經濟嗎 還是全球經濟早就已經在被衝擊了 當然會影響啊 因為這個我們這個 全球的資本市場的資金流動非常快 當然會有衝擊啊 但是美國的央行它營運的目標 其實它看的就是利率 利率跟金融的穩定 利率或是物價膨脹 這個時候我一再講它沒有理由 所以我先來降息 它是澎湖浮澎喜來燈酒店推出的 海皇鮑魚干貝XO醬 小小一瓢啊 可是有大大的學問 裡頭有很多像是呢 這大干貝就有很多像是 這20多種的胺基酸 其實對於你人體之間是非常有效的 因為它裡面有稠蛋白 也是加分在加分